凤凰是杀了很多很多的农民啊这一波 这边墙上吗不敢墙上 使徒还蛮多 嗯 那看凤凰还能不能搞到东西吧 这时候 海黄虽然防守的还可以 但是还是有漏洞啊 哎呀 这个什么情况 还好 还卡住了吗 抬起来女王 这女王位置有点问题 十个腐坏他难道要用杀尿流哦 有可能哦 但他真的是远程的一攻啊 我感觉你这些腐坏也不是凤凰的对手啊凤凰有点多啊这凤凰数量比海王想的可能要多一些 虽然说腐坏的确克凤凰但是当数量不成正比的时候其实腐坏也打不过凤凰 有点抖今天换新加坡试试看啊 我现在就是新加坡 嗯 哎怎么又打广告了嘛 这波普化还是吃到点凤凰的 海王家里面已经开转飞龙了 但这个转飞龙对方有那么多的凤凰的情况下你转飞龙好像也没什么意义的 各种杀各种杀 我跟你就就这广告我告诉你 看一看啊 I think the downside as well like if you go only air that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eventually do something Nip占领了滞空之后他还是选择一个地面的差不朽啊这样的一个组合去打 而且我感觉他也意识到这个地面啊天空有点站不住了 最后如果再出腐坏的话 自拨凤凰已经站不住了 嗯 这能进我们看能搞到什么东西能进 小狗长行去咬四矿 四矿应该要比较棒 开不起来开不起来这个四矿 开不起来这个四矿 有这飞龙这样的一个游走的有点飘啊 走的有点飘啊 这的轮角让他找到一个位置切进来 那么多凤凰的情况他居然都还能切进来 不过好在是有这个炮台啊所以问题不是很大 好家里面再搞了 打得很混乱现在这个局面 对一步这个多线也没停 他主要他这个时候给海皇压力 海皇也要回救 强秒三 哎不会吧 不会吧 这感觉有点危险 要被打爆了感觉 哎呦 他其实应该强A的 他不说不A嘛 还有多少选吗 142的选应该强A的 没有没有他家里面被搞了 他家里面被搞了 可能操作时会出现了一些失误啊 嗯他如果强A这个GT是有机会掉的 有机会啊 但是你说你说 你说这个要A掉吗 A不掉 这个还不太好判断 海皇又来了 给我们感觉是要A掉了 嗯 4个白球合出来了 海皇你不一定打得过吧 我觉得不好打 他要等一波X 我觉得还要等一波X 海皇正面 刺蛇很厚 他这个时候 我觉得刺蛇很厚是没有用的 再说地刺就那么一点 你怎么怎么 就两个地刺 输出不够的 对 而且你你天上的这个腐坏有什么用吗 但是对方没 对方有叮咚有叮咚有叮咚 想退一步退一步 这个时候先顶上来 刺蛇有点多 这刺蛇展开了啊 展开了 你叉子顶不上去 还要 我靠你这样变 这波变了 你不怕被抓吗 这个位置 没有没有 我给你这波变了 就基本上 变了就赢了呀 对 而且卡住这个位置 十个地刺啊 这十个地刺变 其实刚才变的时候 有点危险的 别人就直接就冲了 你变 横跨无枪 这已经横跨无枪 已经是无敌了 这死了 这波地刺 你冲你冲你冲 这种位置你随便冲 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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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外如山有点猛 让他感受一下腹外的厚重 腹外如山真有点猛 这种局面 十个地刺 算算 还没打 虽然没打过 但是还是有点猛啊 还没打过 没打过 刚才那一刺那给我感觉 好像有点要打 打过了 这样 少了一轮插啊 少了一轮插 要多一轮插 真的就打过去 他们说山都打崩了 刚才真的 他在变的那一刻 如果你不冲的话 可能就冲死了 对 也不敢冲 我跟你说 他变的时候 为什么不敢冲 他变的那几个弹 都很猥琐 你那个插过去 都是一个个过去的 也不一定 我告诉你 反正总的来说 我就觉得 刚才这一下是 怎么说呢 打得有点乱啊 这次我觉得 在成群的不朽面前 还真的没什么用 这不朽还是有点威力 2比0呢 这感觉海皇要 要躲关呢 他这样打下去 我好烦 我最讨厌 就看到海皇躲关 马尔 你不要抱有个人的 情绪色彩好吗 他不是 他不是那种 很想跳那种人 他是本来就这种人 呵呵呵呵 我就觉得海皇很跳 你知道吗 他不装出来 他本来就这种 比较跳的人 你不能 改变他的这种风格呀 但我就讨厌他可不可以吗 你可以讨厌他 不喜欢他多怪 讨厌他 不开心他多怪 你可以阻止他多怪 但是没有人阻止得了他 他有这个实力 不要说没有人阻止得了他 我告诉你 我觉得还是有人能阻止他的 那个人就叫IA 哈哈哈哈 干嘛你看不起A呢 我不是看不起A A有点打不过他 这又要摆什么造型吗 这些人 IA要夺冠 IA夺不了冠的 夺冠的 不要想啦 进个八强 然后再跟海皇 轰轰烈烈的打一场 波舞的ZVZ 然后被吸败 这就是我现在对他 已经不错了 这个规划已经是完美的规划了 不是我看不起IA 只是我这么说IA也会觉得 妈的这个规划挺好的 对 IA夺不了冠啊 IA这个实力要能夺冠 那么除非 除非踩到实力 那如果IA夺冠怎么办 啊 黄御刀 IA如果夺冠怎么办 IA夺冠 啊 IA夺冠随便你们怎么侮辱我呀 你敢不敢 立方狗 我怎么不敢呀 Flag这个叫 你敢不敢立 要怎么立吗 你说吧 我来说一个好不好 你说 IA夺冠你直播吃个牛鞭 好呀 他没夺冠你直播吃是不是 我们要堵点什么嘛 这个机率有点小 你换一个是不是 不是 IA夺冠了我们两个一起吃好不好 你敢不敢嘛 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 不是我 我其实我心里很明白 IA夺不了冠 但是呢 我就没有办法去否定中国选手 你知道我这种陷入的两男子中 你知道现在 什么叫两男 你敢不敢嘛 你不敢就算了 我懒得跟你 我敢的呀 好了 说好了 说好了 我们两个一起直播吃给你们看 IA夺冠你跟我开玩笑 我们难道连星期之霸都看不懂吗 好就这么定了 对呀 我吃之前我要舔一下给你们看 他能夺冠 我不相信 这个是你自己加出来的东西 我加出来的 我加个住 我自己吃 我绝对不会点的 我告诉你 这个太恶心了 我加个住给你们看 好吗 天 一下子 我们来看比赛吧 看比赛 那个海黄这边的开局啊 是一个慢狗 裸霜之后的一个气况选持 就提出我开 然后再开三级点 那Nibble这个探路 并没有看到这个三级点 有点失败 他可能是看到了对手 对手在提出 所以没有没有感觉 别的队友会直接下三级点 这个使徒过去感觉卖呀 到了对手家里面 这个偶数已经剩了一半了 去开三级点 因为你给他覆盖 你变得很远 扯上来 算了呀 没有意义 看下三矿就走人吧 so we see two extra gateways go down, no stargate yet, so just three gates 你先說著啊,我跟別人說個事 Nivo感覺還是打得就非常的 就非常小心,他的這個風格就是這種風格 又是雙BS啊 這個開局跟上一拍是一樣的 這個開局呢,怎麼說呢 犧牲自己三框的一個速度 然後佔領這個滯空 這狗就算了吧,狗怎麼可能咬進去嘛 這種毒口只要有個追劣在 那這個追劣就是猛張飛 還是一個雙BS的續鳳凰 海皇在這個時候,其實他的這個 他的一個紀律性啊是非常好的 你看他每次都是在一個時間點 就大概4分20秒左右 就把防空放下了 這個時間點他是算過的 OK,one thing that does make Phoenix's good on this map is that the bases are very spread out 那Nivo對Nivo來說 鳳凰出來之後啊才能開三框 在不停地騷擾對方的情況才能開三框 這就是雙BS的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 就你的經濟不會太好 你三框時間不會太長 海皇打的還是比較正統啊 還是一個刺蛇 然後先防一波 然後刺蛇慢慢出來打 直接出第四 這時候就看海皇的 防守能力了 你這時候其實在對手 鳳凰很多的情況下 重組啊 這時候就算有刺蛇的時候 也不要去 冒然去走出來 因為刺蛇很容易被抓 特別剛造出來的刺蛇 哎唷一波使徒飄過來 這波使徒有點兇了 這個台銘點剛好是抓到了 鳳凰在這邊 橫框不交 對,直接封了他的刺蛇 好了好了 這到位了啊 這波到位了 這波海皇沒辦法 走遠了走遠了 農民死已大半 十個農民 關鍵是刺蛇還死光了 關鍵是刺蛇還死光了 尼布的這個タイミング抓得很好 哎唷這個鳳凰輸了太多了 而且又一攻的 這已經阻止不了了已經 這輸了還好 一波一波 不容易啊 嗯 這鳳凰太多了 誰來對此 這海皇的運營太好 再好都沒用了 沒用沒用 這個關鍵是對手 也不是兩框一波的 是三框都開起來的 哈 有關鍵是讓二追三 怎麼可能吧 不可能 讓你一盤已經謝天謝地了 還讓二追三 這鳳凰名機殺慘了已經 這局是海皇要贏幾乎是不可能的 關鍵是尼布也不是不會打 他是會打的 他的這個冰營組合都是對的 鳳凡戰右手只有三框的一個十兵癮啊 差不多十個兵癮 嗯 待會兒直接打一波了 这个他只要走那个提速差就基本上没救了 关键这个凤凰太威武了 根本阻止不了 想抓什么抓什么 一个防空什么的影响不了 房子再给你点 从地图上面杀到地图下面 再飞回去好吗 涌入无人之境 再飞回去再杀一遍 然后家里面就不停的去不朽和差 还是要用傅爱如山 不管你用什么战术 我就是傅爱如山这一招 这个重乱也不够了 女皇一直在死 你发现海皇那个点 那个键盘点的好用力的感觉 很不爽 再说很不爽 好了可以了 可以给海皇最后一击了 这凤凰能量都要杀光了 有点能量 待会正面决战一波的时候 要把所有的 第一次抬了 第一次刺涉什么 有什么抬什么 特别第一次必须要抬 哎呀他这种部队 A就好了呀 现在抬个毛直接就上了 已经在虚能进了 最后一波了 有观众问我为什么叫傅爱如山 因为大家叫不朽都叫爸爸 真爹 对的 而且造的不是一个两个 是一群爹过来 打过来的时候就叫了一声跪下 你就只能跪下了 来了呀 赢得还可以 还可以 但没用了 不朽爸爸带上白球妈妈 再带了一帮屌丝儿子就上了 这就是传统中的家长会 死了呀 不朽爸爸和白球妈妈来了 一A就A 他还要搞多线 哎搞个毛多线呀 这个时候刷你们二 在门口刷你们二十个X 往脸上一怼就怼死了 海王第四还是挺多的 但是这个多线已经防不住了 我靠他这不能上不朽不够呀 不朽不够 这把基地插了就好了 要被插了 对吧 基地插了就好了 你一回就 他要抬他抬他抬他直接上 哎哟 好了六个不朽就够了呀 兵不学人 跟你们说了呀 不这就是不朽爸爸 这一盘你就 打得不错了 你妈打笑了 这什么情况吧 赢一盘就是那么开心 我现在还在悬崖边上 嗯 还是在悬崖边上 PT抓狗过来跟他讲战术来 挖的就被淘汰了就过来讲战术了 第一个0-3的人 哎你说现在西瓜会不会在现场 在的呀 他也想上去讲的 一会一会挨打一盘 他也冲进去 哎不可能的 他 他不是谐心好不好 哎呀他会的呀 这个时候果断的冲进去 对 你能够得到的地方你需要的地方去招待那些消息 不 非常棒的玩意 我愛他直接就很喜歡 在遊戲1和2 他也玩了一點點在這個地步 這地步是不同的 它玩到一個奇怪的方式 但你也知道 它不是最好的地步 有些方式 你可以拿出奪行的 也許可以讓它們的更難 也許可以讓它們組成 Hydron會有困難的 分析 Phoenix可以招待他們 一邊一邊 我愛說 稍微等一会儿啊 PT Drago这个家伙 PVC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说真的 但他这次第一轮就碰上 碰上了一个人组 被3比0 而且他本国的那个什么Dation 对的 Dation 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 这个波舞结束之后 就是IA的比赛了 对 差不多11点钟左右 IA会登场 三分钟 先休息一下 他们这个比赛其实 就算搬到那个舞台来 还是那么多 为什么我每次到了那种 就读秒的时候都会放广告吗 他怎么知道我在读秒吗 不知道呀 烦得一逼这个 他们说ATT的广告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车的广告 这个不是那个丑单吗 就左边那个 解说炉石的 这个不是 丑单呀 解说炉石的嘛 星际也来解说过的 我靠他们现在都接汽车广告了 可以的呀 你看炉石传说的 都接汽车广告了 我们接的广告还接在这种 哎 哎呀不要想了呀 哎呦喂 我真招不住你了 我们的广告还在 激战2的故事 我操 能不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广告 妈的你是不是要欠我 你是不是要把羊腿给搬回来吗 搬平是不是 你放 你先放 放了妈的我们就搬平 哼 我为什么要放 我为什么要放 你可以不放呀 我不要 哈哈哈 哈 哼,太功利了你這種 怎麼了? 沒什麼,只是覺得 那麼多水友都叫你放,你居然就不放,就跑路了 對不對? 你還可以通過星際營回來對不對? 嗯 好,開始了啊,終於來了 他終於開始了 哎呀,天天就放這個廣告就沒意思了 是的 隔三差五的放一次就差不多了 你可以放個那個呀,放個你那個呀 我有什麼廣告啊? 那個當老闆那個? 我不要 他們又來了這個 今天這個比賽,在舞台上這個比賽 沒有以前那麼,前兩天那麼拖了 好了啊,比賽已經開始了 我們來看一下村點位啊 地圖來到了萊瑞拉克之怪 幹嘛 你們想看那個廣告的,你們自己百度就百度到了呀 你們只要在優惠,百度 你們在優惠搜索,激戰2,然後空格F91 你媽的就收到了 我告訴你們 你一定要讓我放嗎? 黃絮東不放的最大的一個理由就是 他不想損失他的羊腿 真的是太讓我失望了 媽的,你不要比我 幹嘛?你放呀 好,我們來看看村點位啊 村在地圖下方 五點頭方向的是藍色的重選手 來自於美國的NIP 而村在地圖上方 一種方向的是紅色的重選手啊 是來自於韓國的海皇 海爪 你不要說話 幹嘛 你真是把帥了呀 現在你要不要逼我 再說一次 你放啊 反正放了媽的就那個了 你不要說話 你不要說話 我是一名守護者 我以此為榮 我從美德中汲取力量 保護我的同伴 痛擊我的敵人 正義的火焰將... 咦,怎麼卡住了 咦,卡住了 算了算了算了 卡住了 媽的,我現在不欠你了 我告訴你 卡住了不算的好嗎 沒有卡住了不算 你媽的,我讓你放完 你放完 你放完 我讓你放完 媽個蛋,你逼我是不是 媽的 就像你 你去 你去找服務 媽的,你衣服都已經脫了對不對 然後你就說 不要再說了 老子一定要放完 你不就一對羊腿嗎 哈哈哈哈 老子一定要放完 我是一名守護者 我以此為榮 我從美德中汲取力量 保護我的同伴 痛擊我的敵人 這一個火焰 將分 唉,怎麼又卡了 我操 我看高級 好啦,可以啦 我告訴你 一切身對 能服一切進攻 決心的守護 將使我精神百會 安然歸來 戰場上我能夠使用 單手劍 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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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帳 法杖 劇能是火炬 盾牌 深海下 我能夠使用長矛和三叉子 哈哈哈哈 除此之外 強大的靈魂武器 更是 馬上有造型的 孫一峰 原來這些都不是 作為一名守護者正願的 你為什麼那手 會這樣動一下 來自於強大的內心 以及無私的犧牲 每一名真正的守護者 都是結束戰術大師 和無私的防禦者 每一名真正的守護者 都知曉 什麼時候 該犧牲自己的防禦 幫助盟友 贏得勝利 我是F91 我的雞蛋故事 我在雞蛋等你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欸走引刀了嗎回來就 對的 走引刀了嗎 好了好了 剛好回來就看到走引刀了啊 看看這個引刀能不能夠砍到 海皇 媽的 小平的哈 我不欠你了現在 是啊 馬上打完又欠我了 我又可以放了 哈哈 幹嘛嗎 我有實力 我可以任意信 好 閉嘴閉嘴 我們看比賽 呃 海皇的這個二本的進度還是 挺快的啊 挺快的來得及 來得及 我覺得這個引刀砍不到太多東西 關鍵是 他 他能意識到對方是引刀 哦 這個又是開始搞事情了 給自己的引刀製造一些空間 用 使徒 一會刷八個使徒往前走 要製造空間 這時候是利波可以 先把三個 海皇直接插了三個管 那這樣的話 海皇是完全不知道對手走引刀了 對 先打亂節奏 然後直接刷引刀往裡頭 看NIP這個引刀 他是打算是一波把海皇砍死呢 還是說 只是砍傷而已 他開三個管的話 就只是把對方砍傷而已 他就是一個多性 欸引刀呢 引刀嗎 還沒刷 刷在家裡面嘛 可以刷了 他沒刷引刀什麼情況嗎 我沒看懂 刷了刷了刷了兩把 刷完了吧 卡人口了剛才估計是 對吧 剛才肯定卡人口了 這個時候就拖時間 然後三把引刀直接分個多線 三把引刀來了 走個三線還是直接砍基地 感覺好像是遲到砍基地 砍基地砍基地砍基地 他這個多線拖的海皇也很慘 好直接砍基地刷基地了 這海皇忙不過來了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這個上面 等回過頭來已經沒了 基地沒了 他擦防空就證明他已經忙不 已經已經忙不過來了 明明有二本 這個 轉可以轉 這個怎麼說呢 轉是轉了 但 他有一波了 海皇要一波了 這波 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因為現在尼姆是開了三框的 對 而且尼姆沒有那個VR 所以做不出更多的不行 剛才我覺得尼姆肯定是卡人口的 不然的話他引刀可能來得更糟 好 出自爆球 尼姆現在必須要通過自己的引刀 先拖住對手 海皇現在應該不會打一波 他還是會選擇防守 對 他這時候上的話 其實家裡面的這個三框又很沒有安全感 好 打掉一個 眼蟲 還可以 這無所謂 現在對於海皇來說 現在要盡量的把自己的這個 基地 我覺得甚至海皇 可以再放一個基地下去 嗯 對啊 他反正現在重來重來少嘛 對 繼續開就好了 你的框 嗯 這盤對你不來說 剛才海皇沒有反撲 他已經度過了最危險的時候了 對吧 自爆球已經在造了 海皇這四個第一次 2VR自爆球啊 這自爆球有點猛 不過在這麼近的一個點位中 其實自爆球的這個爆發力非常強 可能 還有這個 看一圈啊 海皇氣也不是很多 五個兵馬上補好了 你補這邊 差不多快出門了 這五個兵一跑就可以出門了 對 而且出門的時候應該是有四個自爆球左右 兩個自爆球其實造的還是挺快的 有自爆球你這個第四還不好為索 這波出門我告訴你有點兇了 對 第四還不好為索 他這個自爆球破第四正還是挺快的 但是沒有人進皆兵啊 沒關係這個突進可以走上來 他需要有一個人進 現在其實最怕的是什麼的 就是自爆球你剛好把第四給爆了 爆了就兩步 然後別人衝上來一波 對 這個是最怕的 所以說這個時候他需要在裡面多混幾個使徒 對不對嗎 多混點使徒在部隊裡面 海皇抽了狗蟑螂出去要換他三級地 海皇好像蟑螂速度都好像沒有吧 有沒有 感覺有點慢啊這蟑螂 好漂亮 漂亮這個用的非常的好 這個自爆球用的有點好啊 家裡面反穿一波 在家裡面直接刷了一大票的差 沒有問題 我刷的是使徒啊 沒問題沒問題 炮台開了 進又進不去 建築學非常完美 這幾波細節 敵業做得非常好 對 那這樣的話正面這一波海皇不好擋了 海皇想轉飛龍 來不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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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波 這一波轉轉速飛龍也沒有 他的內部的部隊並不是只是 什麼插白球為局 關鍵他這個自爆球 用的真的還不錯 嗯 使徒到了要衝了 使徒到了其實可以衝了 他往裡飛是什麼嗎 沒票飛的呀 退了呀 他還要等一輪 還要等一輪 好正面 正面慢慢慢慢蹭 自爆球抱過去 哎呀 還有兩個 還有兩個直接破口 用的不錯用的不錯 自爆球又來了兩個新的 又來了兩個新的 用的可以 用的可以可以可以 這兵很厚啦 蟑螂想換加換不動啊 擋不住了擋不住了 自爆球回舊 哎呀 要毛的自爆球回舊 就說FX就結束了 對 我家裡面FX不管是什麼 正面你只要做到 往裡推就好了 海鴻這個時候根本沒有 足夠的經濟來轉那個飛龍的 他轉不了這個時候 好直接從這裡打進去也可以 也可以也可以 海鴻不防步不了了 自爆球封入口 先把四況打了 海視野漂亮 這個視野開的 這個才真很誇張 他這個 真的有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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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G 2比2 讓二追三 不可能的 讓二追三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啊 讓二追三這種事情 只是他戰術成功了而已 對 幹嘛海鴻打不過逆補 你以為A就打得過逆補啊 哎呀我沒有說A打得過逆補 我只是說 他難道要讓二追三了嗎 哎呀主要追不了追不了 海鴻這兩盤都是中了戰術 只要不中戰術就輸不了 好 對不對 也是 這大是實話啊 是的呀 感覺海鴻 被逼到絕路了呀 最後一盤不知道什麼圖 不要是霧雷娜吧 爆輸啊 右手爆輸 海鴻這風格現在也 打這個ZP啊 並不太適合 本地步打的還是蠻好的 這個你要承認啊 嗯 他自保球適用的好吧 自保球是好 這我承認的 精工的層次感 包括自保球每一次的這個調整 都調的非常的好 嗯 我呦 人浪都來了 這現場其實 我估計千個人吧 差不多啊 千個人差 可能都沒有 可能沒有 500個人 那我告訴你500個人 我也能做成這樣的 對對對 差不多500個人左右 一千個人應該沒有 一千 五百個人 最多最多五百個人 是的呀 到時候我們 沒有一千啊 中國戰也 WCA中國戰也能做那麼多人 對 我真是覺得500人都會定有 我是感覺 對 我們到時候中國戰人還是挺多的 現在大家也不擔心觀眾了 真是烏雷娜 找得有點重 我只能說 嗯 烏雷娜找得有點重 他應該要感到的壓力 不我 NeeP也不好打 NeeP也不好打這個圖 太近了 这个图可以放战术啊 海皇又不太放战术了 这排居然放了个提速狗看我招得住他 有点虚了他已经 他这个也不算提速狗 就是正常的慢狗 大可力的战术 他们说退市上面美国水友都开始刷元气了 你妈他们也会玩元气梗 他们刷给谁吗 刷个逆补呀 美国的水友当然刷个逆补了 美国的水友是我们留学生吗 还是什么吗 不是不是都有那种 美国人 美国人他们也会刷元气 你不也是选择个单兵开 海皇就是用大可力招粉 他不会打蟑螂口一拨吧 你妈的 我现在觉得就 他有没有可能是就是提速狗开 然后出两条狗 然后开三框 蟑螂一拨了 妈 虎鹤双形 竟然有虎鹤双形 素质太差了 为了迎不择手段 如果第一时间看到的话 还可以封水晶 封两个水晶还可以 延花点时间 但不好挡啊 这个虎鹤双形 挡不住挡不住 挡不住 只要放VS就死了 真的 只要放VS就死了 上来两条狗已经把你的水晶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对方要虎鹤双形 关键 对 死了 两根水晶都挡不住 这怎么做建筑群嘛 三根 三根都不一定能挡住好不好 对 这怎么做建筑群嘛 他第一时间看到蟑螂也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看这个 这个能不能 诶三病咯 也不一定挡得住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走走走走走 赶紧补水晶 赶紧补水晶 再占便宜 过来的时候母线核心大概有两个炮台 但第一个炮台跑不了 还跟再补跟水晶的 开炮台先开一根 把后面的根开了 这个很聪明先顶住 海黄死了第一个蟑螂 第二个蟑螂要死 脱农面抢手 第二个水晶 第二个水晶 第二个炮台 水晶 点碗了呀水晶 哎呀 刚才如果摘 开始点三个水晶 就 好手多了 矿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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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好吗 什么矿掉了 哎 这还是我们说的 就是 没堵住 立场隔一下 水晶放起来 海黄有点冲动 海黄有点冲动 这个地方 我海黄后面源源不断的狗过来 你不能不能先出 啊对 你下面两个兵营没有水晶 你单兵营怎么可能守住这一波 哎呀就是我们说的 少点了一根水晶 真的 对 三根水晶 对吧 其实刚才能够勉强的 但也要看走位 对 他三个水晶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两个炮台一起开嘛 对 但你不可能两个炮台一起开 人家退了呀 输了输了输了 对啊 挂了挂了 这已经没得打了 这一招是真的很难防现在 三边 没办法 这这招的确是防不住的 的确防不住啊 这Duck现在把这招虎和双形 用出来之后大家都学会了 哼 说的有点可惜 那怎么办嘛 嗯 这也没办法 对 这也没办法 一输了 这 没办法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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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